大家好,我是動畫師馬Sir 我是香港動畫及視覺大學院的院長 歡迎大家收看這次第一集的動畫師吹水頻道 我今天會拍一條影片,然後分享一些動畫師的小趣聞 或者我們平時的生活,一些瑣碎的東西 讓大家可以多一個渠道去了解動畫師的職業 以及我們的生活是一個什麼情況 想起一件事,剛剛我們動畫學院的第一屆 的插畫、漫畫、2D animation 的課程 我們第一個科目,其實就是編排了一個透視學的科目 為什麼第一個科目會編排做透視學呢? 又要講一個小趣事給大家聽 記得在十幾二十年前,當時就跟著一套電影 當時公司就聘請了一個新的同事 是一個某名牌大學的一個學生 那一位學生就要跟著我,那我就用了一些功夫給他做 那我很記得,印象中那位學生說自己很厲害,很厲害 那麼就關掉所有軟件的小鈴鐺 按鍵盤就按到好像五毛檔一樣,打得很快 但是我就覺得很奇怪,其實我們做創作人來說 其實按鍵盤按得快就沒什麼意思 最重要就是畫面漂亮,還有做到我們要的效果 那麼我們通常都不是聰明打字,我們又不是一個特別的programmer 我們是animator而已 那麼我就assize了一個job給他做 那麼我預期是試一試同事 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那麼做些什麼呢? 那麼那個short是一個遊戲機的一個trailer來的 那麼我們要擺一個short 那麼那個short就是要一條很長的一條公路 這條公路的左右兩邊就有一排的電燈柱 那麼這個short我打算叫同事去跟著一個3D的short來的 那麼在3D的世界其實很簡單而已 我們在一個3D的世界,我們只需要將一個top view 那麼就有一條路在這裏 那麼這條路我們只需要在電腦的世界放一條燈柱 兩條燈柱,三條,四條 然後將它duplicate去右邊 那麼duplicate完之後呢,基本上已經做完了 那麼因為在電腦的世界我們已經可以有一個立體的世界 我們一轉去一個透視perspective的世界裏面 然後他就會完成了這件事 那麼這個這麼簡單的short 我基本上叫同事擺燈柱 左一行右一行 基本上我認為應該五分鐘左右做完的東西 那麼這個同事他就通宵了一晚 這個short我打算試五分鐘,為什麼會通宵了一晚呢? 然後到第二天我上班的時候看到他很慘,很仇 就說做不到 那麼他就告訴我 原來這個short他擺也擺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講一講基本透視學 在我們的基本透視學裏面呢?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透視 可能是一點透視 一個一點透視的世界呢? 可能我擺一條燈柱 擺在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他就會比較大一點 到我中間擺第二條燈柱的時候呢? 其實他就會按proportion會縮小了 我再擺後一點,他就會再縮小了 如此類推 那麼我們那個景擺出來的時候呢? 如果我擦了一些透視線的時候呢? 其實我那個short大約是要這樣的樣子 在perspective 望的時候 最近觀眾的那條柱呢? 就會是高一點啦 遠的,越遠就會越細 這個呢? 就是我們最基本的透視 那麼那個新同事呢? 他就... 這裡就卡在這裡了 那麼他就跟我說 啊...Vin 我不知道為什麼呢? 在電腦裡面呢? 擺的都擺不到啊 因為呢? 明明那些柱應該全部一樣高的嘛 但是呢? 那條柱呢? 為什麼呢? 不知為什麼呢? 有些柱會高一點,有些柱就會矮了 那麼他要做什麼呢? 他就逐條柱呢? 在3D的世界呢? 就將它scale長去啦 後面那些又scale長去啦 那麼其實... 搞成這樣的時候 當然是一塌糊塗什麼都做不到啦 那麼也是一個... 原來我們發覺在香港有很多... 有很多program的畢業生 雖然說是一個創作型的啦 但是原來連最基本的透視學 原來都是不懂的 是完全沒有idea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發生的 那麼所以在我們的課程裡面呢 就很著重這個基礎培訓啦 那麼也是因為我們是一班動畫師啦 我們知道動畫必須要有... 畫工啦 去support我們做創作啦 或者我們要構圖的時候 都必須要知道 怎樣構圖叫做靚啦 那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小的趣聞啦 就告訴大家 其實如果我們不掌握一些很基礎的... 視覺元素 一些透視學的時候 可能會搞出一些很大的笑話啦 正正是因為這個這麼簡單的透視學 原來一個大學畢業生是不懂的 所以我們在我們學院裡面 第一個module 我就特意放perspective drawing 用來教我們的學生 希望他們不要再犯這個... 大笑話啦 我們香港動畫及視覺大學院 有3D動畫課程 是適合設計系學生和在職動畫師夜校報讀 另外我們有2D動畫課程 是適合中學生在周末報讀 it舍 是超級別的 有3D動畫 人數実行 忘記地 有3D動畫